再來呢 是 極餓宮有聚門 而胃宮去碰到了破君 有嗎 老師 那其實像極餓宮 我的對宮這兩顆心都有的話 你就是聚門 沒錯 所以你的極餓宮是有的 剛剛的天童也是嘛 對 但是你的胃宮都沒碰到嘛 你看你的胃宮現在也是天童跟聚門空宮嘛 所以你要兩個都碰到 但你有一半 有一半的話 要注意的是過敏 過敏 然後我們叫皮膚過敏 這方面 在病尿系統也要注意一下 所以有這兩顆心都重的朋友就要特別注意 像你這樣有一半的是還OK啦 但是也不能太過這個 是是是 還是要小心喔 再來 朋友是極餓宮碰到了貪狼 有沒有 然後胃宮是太陰的朋友 你看像布蘭妮 你雖然極餓宮是五曲 對宮有一個貪狼其實也算 但是胃宮也沒有 所以也是一半而已 還OK 那還好 那最要注意的是精神上的問題 很衰弱 包括到跟腫瘤有關的事情 就是跟精神情緒 但它只有一半 其實這個問題不大 所以各位朋友 你兩個都在的話 特別要注意 其實保養保養嘛 預防 我知道了我們就可以多去保養它 讓壞事不要發生 這才是算命的目的所在 是 是 小心好不好 身體要注意 是不是 然後另外我們這邊問一下宜芳老師 就是身體容易這些痠痛 疼痛 筋骨不舒服 我們到底要補充哪些營養 有嗎 其實還是有幫助 我們先從飲食方面該怎麼做 譬如說我們如果說飯的話 我們盡量吃顴骨跟精類 譬如說我們為什麼要吃些糙米飯 因為糙米裡面含維生素B群 當你維生素B群夠的時候 其實人的神經傳導會比較好 而且就比較不會痠痛 所以一定要多吃糙米 就是顴骨類選擇糙米 那尤其有些全果類 譬如說像燕麥裡面含有美 它對抗一些肌肉痠痛是有幫助的 所以糙米跟燕麥都是我滿推薦的 糙米 燕麥 對 這兩個都是滿好的 再來就是說 我們蛋白質來源的話 我是建議大家能夠吃 所謂的歐美加3系列脂肪酸 比較多的 譬如說像鮭魚 為什麼鮭魚好呢 它除了含歐美加3系列脂肪酸 能夠抗發炎 身體比較不會產生發炎反應之外 鮭魚裡面維生素D 含量也很多 那有很多研究告訴我們 如果足夠的維生素D的話 事實上身體比較不會痠痛 當然它能夠幫助 鈣質吸收也有關係 那維生素D也跟關節也有關係 那如果說不喜歡吃鮭魚沒有關係 另外有兩樣東西 其實維生素D含量很多 就是黑木耳跟白木耳也是可以 香菇也是可以 如果沒有通風的話 這些東西都可以吃 其實都有幫助的 那當然曬太陽也有幫助 那還有就是說 有些研究會告訴我們 譬如說我們多吃一些 抗氧化成分比較多的 像橄欖油裡面還有橄欖多酚 那苦茶油也要有苦茶多酚 這些多酚類 能夠幫助我們身體 減少一些疼痛 所以為什麼說我們老人家 很多老人家跟我們說 我們多吃苦茶油拌麵 那可以幫助我們身體 可以去濕去寒氣 其實有道理 因為可以減少我們發炎反應 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多吃一些辛香料 譬如說薑 薑本身就有抗發炎 所以如果說比較容易 筋骨痠痛的話 要多吃薑還有薑黃素 這兩個都有幫助 薑黃素像咖哩 其實咖哩也有幫助 只是咖哩就是說 我們最好能夠買 真正印度咖哩粉去做的咖哩 千萬不要買日本咖哩 因為日本咖哩 快有時候它裡面油太多 它會放很多的 所謂的牛油在裡面 也是比較不健康的 要真的健康 要印度的南洋的咖哩粉 來自己做 對… 那水果方面的話 我推薦一個紅色的水果 那紅色水果 有個名稱叫做 天然的阿斯匹林 譬如說像草莓 那現在還有一種 泡的飲料叫玫瑰果 甚至石榴 比如說石榴 石榴 石榴 對… 你看它的紅是有紅偏紫的 那有的是紅偏橘 那兩個紅的不一樣 紅偏紫 才是所謂的粗花青素的成分 那個才是天然的 所謂的阿斯匹林 所以石榴 草莓 還有所謂的玫瑰果 這些都有幫助 甚至洛神花也是其中之一 那些都是有幫助 記得要吃紅色的東西 都有幫助 再來就是說 像一些綠色的蔬菜 裡面還有維生素K 他發覺維生素K 其實也能夠 對我們關節也是有幫助的 那維生素K呢 在什麼食物最多 綠色的蔬菜 像菠菜裡面有 那冬天快到 另外一個東西 維生素K含量很多 就是長年菜 還有登地菜 對 登地菜 還有就是他們認為 酪梨也是有幫助 酪梨也能夠減少 因為酪梨裡面含的油脂 也可以減少 所謂的風濕性關節炎 或是骨關節炎的一些症狀 那還有就是說 有些研究是說 燕窩也有幫助 燕窩能夠幫助我們 關節裡面膠原蛋白的再生 當然也是可以 那海參也是有幫助 因為海參也是膠原蛋白成分 那我們 譬如說我們吃軟骨組織 也是有幫助的 不過軟骨不要搭配太多的油 燉湯的話 我們燉什麼來吃也是有幫助的 基本上如果說我們冬天燉湯的話 我們可能要一些比較去寒氣的湯 譬如說用薑來去做一個 可以也是有幫助的 譬如說像大蒜 黑大蒜也可以燉湯 那是有幫助的 其實黑大蒜是個滿好的食材 黑大蒜 對 它大蒜是說 一般的大蒜拿去發酵 好像很補的 對 黑大蒜 因為它裡面抗氧化成分更高 其實我覺得現在很多人 有心血管疾病 我覺得黑大蒜倒是很簡單 那是算有機店才買得到嗎 應該比較像 應該是農會吧 像有幾個地方 譬如說 還是把它買回來放到黑這樣 那個它有特殊的發酵 不一樣 那我加很多 我拿給你就好了 那我加很多 還有煤 因為最近他們韓國人 韓國人就把那個大蒜拿去發酵 之後變成黑大蒜 它發覺裡面抗氧化成分比較多 那其實韓國這方面研究就做很多 像我們台灣金門有在做 然後雲林因為大蒜盛產也有在做 大家其實我覺得冬天 農味就有 對 可以試試看黑大蒜 那除此之外 我們多吃些洋蔥 洋蔥做燉品也是很好的 真的 洋蔥最好用 其實有一個感冒湯品 其實我覺得蠻好喝也蠻好用 我們用洋蔥 用薑 用西洋芹 用香菜 用一些胡蘿蔔 把雞腿放進去一起燉 那這個湯其實很好喝 那可是這個湯除了好喝之外 它裡面還有很多的抗氧化成分 因為可以預防感冒 其實對我們酸痛也有幫助 因為它能夠幫助我們排汗 也可以排出自由基 對身體的傷害 這個小朋友也能喝 蠻好的 要起鍋之前可以放些香菜 能夠幫助身體做排毒 那女生愛漂亮的話 這個湯品再放點白木耳或黑木耳 其實非常好喝 對 謝謝 宜芳姐 是 今天潘老師來 我們再請潘老師示範一下 當然要 很多上班族做的時間比較長 打電腦 看爆料 還有我們現在很愛滑手機 對 滑手機 久了之後就是肩頸 都跟肩頸有關係 都是肩頸這一塊 然後久了這個 什麼 還有手背都好痠 對 完全都是這邊 肩頸任何的問題 其實我剛才講過 其實動作不難都是很簡單 我們一般最簡單的就是 你看我們拿個毛巾 常常會拿個毛巾 叫你往後拉的對不對 是不是往後一個伸展 那你現在這樣 好比說我們就這麼一個 隨便一個繩子好了 就是一個QQ繩 你只要拿著 藉由它的彈力呢 你看我們做的動作 藉由它的彈力往上 對 這就是往上伸展 這就是可以幫助你的肩頸 手要動 對 手要動 另外一隻手是不動的 然後盡量伸展到底 很好 對 然後你同樣動作 然後換邊再來 是不是一樣 我有沒有聽到我的關節 在吉利咬 對 那就是因為你差不多了 對 那就是沾黏了 我沾黏了 真的假的 那就是沾黏了 好 你看 我教你一個更簡單的方式 就是我坐在辦公室 你說我不能夠站起來 大家都看到我怎麼辦 其實它有很多種 很簡單的方法 你一樣 哪一個能夠在家裡 有做任何彈性的東西 你看 我現在只是握著它 你的手臂是跟你的肩膀同寬 但記好兩臂一定夾緊 絕對不要打開 夾緊 我的右手 譬如說我 右手往我的右邊拉 我的左手是不會動的 就是我不可以跟著它一起過來 我要固定在這邊 我右手往這邊拉五下 對 然後同樣的動作 換邊再來一次 好 同樣的動作換邊再來一次 這也就是幫助你的肩頸 在運作 在舒緩的時候 對不對 好的 這樣的動作呢 它其實不難 那怎麼樣能夠讓你舒緩得更透徹一點 我們常常講說我們在健身房會做一些很簡單的飛鳥的動作 如果你沒有彈力繩 如果你沒有QQ繩 你可以拿一個小小的保测瓶 裝一點點水 那我們現在是因為有繩子在手上對不對 那我們簡單就要把繩子放在你的膝蓋上的位置 放在你的膝蓋位置 勾著它 勾著它 我們上班族坐在我們的椅子上 對 就是坐在椅子上 我在辦公室我就是坐在椅子上 對不對 好 坐在椅子上 你看我勾住我這兩個彈力繩 很輕鬆 記好 我把我的手背記好 就像你看 像鳥在飛一樣 我要讓我自己像鳥在飛 請你抬起來在方向什麼 2點鐘跟10點鐘的方向 抬起來往上抬 然後放鬆 抬起來往上抬 抬起來往上抬 抬到繃緊的位置就是你 三角的位置也就是你肩膀的位置 有 有沒有 對不對 對 你可以盡量再抬高一點 但是記得手不要彎 我把手伸直 它的彈力非常地好 伸直 Hold Hold在那邊不要動 Hold在那邊不要動 對 不要動 Hold住啊 對 Hold住 對 那邊不要動 很好 很輕鬆30秒鐘 你確定我們鞋裡不會看到我這樣嗎 不會 你去讓它看沒有關係 然後再抬起來 對 這就是一個肩頸的動作 真的有 有感覺對不對 有舒服對不對 老師這不緊張有說Hold多久嗎 你可以Hold7天沒有關係 當然我是說我們如果這樣 一般我們可以在這樣家裡做 大概30秒鐘40秒之內 都OK Hold在那裡 我們做三次到五次 它很簡單的嘛 護小姐麻煩請你試一下 老師你試試看 不要再吃了 老師這樣是不是對不對 很好 手要伸直 潘老師請看一下 老師指導一下 指導一下您的學員 不然您可以伸你 再往前微傾一點 對 然後輕鬆一點Hold起來 兩點鐘跟十點鐘的方向 兩點鐘在哪裡 要不要畫圖給你看 不用 兩點鐘往前一點 對 媽咪來…這樣不行 對… 漂亮… 不會怕好嗎 就是這樣 比較高 手放輕鬆 稍稍弄吃面帶微笑 對…這樣 這樣差不多三天之後 就沒有問題了 七天 七天 所以就是這樣 是不是很簡單 真的耶 對不對 可是要在哪裡 我不是往旁邊 我是往前面 所以我說兩點鐘 跟十點鐘的方向 前面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對不對 對 旁邊比較難 這比炒菜還容易 這個會幫我們比較少 動到這個點 對 這就是我們的三角 也是所謂的千頸的部位 那剛才這個部位 就是所謂這邊的部位 就是前三角的部位 所以我的肩頸就可以 很容易地放鬆 那剛才這個動位 就是後三角的位置 也就是你肩膀 可以完全地放鬆 這是最簡單的三步驟 舒緩 讓你肩頸舒緩的動作 是耶 很棒… 很棒耶 潘老師除了這幾個動作之外 這一條神奇的紅色彈力繩 還有什麼其他動作 可以幫助我們身體健康的動作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 助彈力繩其實基本上 讓它有太多的動作可以運用 所以說呢 如果你真的很希望 很想要的話 我告訴你 今天不得了了 送你CD隨身聽 有沒有 是不是 這上面都有教我們耶 沒有 我今天是推薦 雕塑手臂 提臀 坐腿什麼 對 我們是推薦一個 很簡單的小東西 而且可以讓你隨身攜帶 放到包包裡面 絕對不要怕 如果你真的怕它掉出來 沒有人敢剪的話 我告訴你 你放在那邊也不會有人剪 等到人走光了 你自己再去把它剪起來 對 就剪了嘛 為了我們的健康 還是把它剪起來 就剪起來好了好不好 OK… 就本來在火車站下車的 就一路到了淡水才敢剪起來 對… 是 好不好 好啦 大家可以不妨多試試 對 來給你們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一方面最有活力 9345 42316 請周益君老師來給我們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我在哪一方面最有活力 好 我們的訊息數字有 9345 42316719 3807 還有5084 來 6719 我3807 潘老師 我喝白是 5084好了 好 好 9345 來給我 5084 我要6719 尊哥快 來 4231 好 好 未來一個月 到底我在哪一方面能夠最有活力 對 我們來看看 大家都選好了 如果說同樣的 觀眾朋友也是選好了 如果說你在家裡你在選的話 是選到9345 到底未來一個月我在哪一方面能夠最有活力 碎碎如意 生農活虎 現場是陳老師 還有觀眾朋友選到這一組的話 我們來看 就是說你未來一個月你在很多地方就是貴人來幫助你 你有些事情可能有時候偶爾有一些小人來探頭 小人來怎麼找麻煩 但是貴人出來小人就跑掉了 所以就是沒有問題了 所以是貴人來鼎力相助 獨立來跟你幫助我 所以讓你在工作 在貴人幫忙這個區塊 是最有活力的 是 那我們再來看看 4231 4231 現場是獨立 觀眾朋友選到這一組的話 我們來看看是哪一方面 最有活力 來看看 攜手並進 幸福綿綿 這婚姻 愛情最有活力 當然是如果說已經結婚的 另一半的細心關懷 貼心的愛護 那就是會 是 如果有固定交往的另一半 那你們的感情就會非常的穩定 那你也會覺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那如果說像篤林哥這樣子 沒有另一半的人 我有 我有 我有兩隻 好 有兩隻的人也一樣 你會 在這最近你會覺得 你會找到你最喜歡的那一隻 還有就是 應該是潘老師這一隻 哪一隻 我也有兩隻 很不錯 就是有時候就是 經過人家介紹 種種 你會找到你最喜歡的那一隻 就是會非常的不錯 就是在 愛情婚姻方面是最有活力的 是 來我們來再看看 現場是 六七一九 現場是 我選的 還有 金城 還有觀眾沒有選到這個的話 看到哪一方面是最有活力的 哦 哦 展入鋒芒 力爭上游就是 工作事業上面是最有活力的 你在那個工作上面積極的態度 大家都會非常的讚賞 你的老闆也非常滿意 所以說你走到哪裡 雖然說你會因此而很多工作 但是因為工作雖然是很辛苦 但你也會很快樂 因為你會覺得那個成就感 讓你非常非常的有活力 非常的快樂 再來我們來看看 3807 3807現場 不然你也會怪的 還有觀眾朋友如果選到這一組的話 我們來看看未來一個月到底是 在哪一方面是最有活力的 我們叫打破現狀 鬥志如虹之 自我成長後面最有活力 一樣的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哇這個一成不變的這一些 好像覺得非常非常的不快樂 還有就是會感覺很枯燥滑味 那你就會變成說你會找一些 譬如說短期的這些進修課程 你會看很多書 甚至你也會去做一些 那個叫做深度的旅遊 這會來加重你自己的快樂感 所以說你讓你的生活會變成 非常非常的有樂趣 所以是在自我成長方面 是最有活力的 相當的不錯 謝謝 是 那就是 不然你 就是那個 潘老師 還有觀眾朋友選到這一組 5084在哪裡是最有活力的 我們來看看 一本萬利 合包滿 對 像你現在要看 你說出來 就是讓你在這一方面是會 一本萬利 很快很快樂 真的是 一知萬利 對 這條萬利 潘老師哪有 真的要變得到 真的要變得到 要去 好討厭喔 要來你叫車 你好 你好 你別這樣 都幾歲的人了 對 觀眾朋友同樣 如果是選到這一組的話 你在很多地方 就是你對於這個投資理財方面 你的財運非常的好 你應該謹慎評估 所以你就會變成非常非常的成功 而且你眼光也會很精準 所以說你在投資理財方面 你會賺很多錢 會讓你合包飽飽的 讓你的財庫滿滿的 會相當相當的快樂 所以是在 我們講說 賺錢跟財運方面是最有活力的 對 不過今天呢 潘老師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我們當然能 哇 盡量哇啊 那個潘老師 趕快啦 我們的婆婆媽媽最多 還有沒有什麼樣的 一些簡單的動作 是可以幫助大家 在這種不舒服的狀況上 是舒緩 手臂 肩膀舒緩的 我跟你講喔 徒手的 這一支不能再用 你一根萬粒 我如果沒有分到你的錢 徒手的 徒手 我跟你講你看 我們光做一個徒手的手部 跟肩頸的伸展 你看啊 這是最簡單 一般我們常常用到 譬如說你的左手也好 往你的右手邊打直 另外一手呢 把它hold住它 對 就是我要把我的手背往裡面 往裡面 老師手背伸直 對 在這個位置 在前面一點 在前面一點 老師要講幾次畫圖給你看嗎 對 很好 對就是這樣 沒禮貌了 這羅盤射過去 就是這樣你看 我把手往內 往內射的時候 你是不是這邊 有 那你同樣的動作 你可以換邊再來 還好舒服呢 這個動作呢 對不對 對 是不是很簡單 好 那我們說 一邊看節目就可以一邊做了 對啊 好 然後你看 我們先把手背張開 右手你掌心朝上 我們做一個手背 360度旋轉 譬如說我的右手 往360度旋轉 往上轉 你的肩頸是不是在用力了 而且我告訴你 這個動作非常好一點是什麼 它可以訓練到你的什麼 蝴蝶秀 你看喔 我做直的 我把手背繃緊 我不要放鬆 記好你的手背繃緊 手心朝上 先轉你的右手 360度轉到上面去 你看你這個時候 這邊是不是繃緊的 對 你看看 好硬 對不對 同樣動作 然後換邊再一次 這就是一個肩頸跟手背的一個伸展 其實有嘎啦嘎啦的聲音的 就是有沾黏 對不對 有一些很痠痛的天氣 這要注意了 對 所以我說好 我們這樣的動作你看 它只是一個很簡單的伸展動作 但是對你卻有非常大的效果 有沒有感覺到 對 對不對 舒服了 對不對 真的有 謝謝潘老師 所以說真的要活就要動 但是要活動 要有老師教你 要健康正確的來活動好不好 對 再次的提醒觀眾朋友 想要了解節目更多的資訊的話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來臉書按個讚好嗎 感謝 來 謝謝老師 謝謝 真的要謝謝三位來賓的分享 謝謝 感謝老師的QQ彈力神 不要客氣 對 好 也要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同一間 請整個收看 命好玩 拜拜 好幼稚 大家好 我是瑞光老師 接下來跟大家預報 1月6號禮拜二 個星座的運勢 運氣特別好的三個星座 第一個是雙魚座 很多好朋友都來找你吃飯喝咖啡聊天 相聚一談很開心 第二個是天蝎座 工作上生活上有一些錯誤 已經明天可以把它全部都把它修復好 然後生活恢復到平順跟平靜 第三個是金牛座 會有貴人 然後人來幫助你 然後在工作 事業 還有投資方面 都能夠有好的運氣 特別要注意的兩個星座 第一個是巨蟹座 你很無奈 情緒受破鬥 我告訴你 你要自己靜下來 然後好好地安撫一下你自己的情緒 再來是摩羯座 因為你太嚴格了 對自己很嚴格 對別人也很嚴格 然後把生活搞得大家都很難過 我告訴你 你要放寬一點 在幸運顏色以及幸運數字的部分 風象星座的朋友是綠色 數字是6 火象星座的朋友是藍色 數字是9 水象星座的朋友是橘色 數字是3 土象星座的朋友是粉紅色 數字是1